大家早安 秋香时间聚焦在七大工业集团外长会 16号起是一连三天在日本的长野县度假圣地 新景则举行 那么会议呢 昨天是进入了第二天 各国的外长呢 当天是除了共进午餐还有晚餐 他们还召开了四场的会议 而在台海局势紧张的这个情况之下呢 G7的外长他们协商之后是达成了一个共识 同意呢 有必要要挺身对抗中国的任何胁迫 东道主 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 他当天晚上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他就总结了 包括法国总统在内呢 所有的成员他们都重申了台海的和平稳定重要性 那么这也是国际社会安全还有繁荣的一项必要元素 并且呢 外长他们是一致完全同意呢 要寻求和平解决两岸议题 那么这场会议呢 是继法国总统马克宏 他日前呢 访问北京之后 接受媒体采访时 他当时就提到了台海问题 他说呢 欧洲应该要战略自主 不应该要当美国的跟班之后来举行 因此呢 这一次的台海议题 又是呢 格外的引起了国际关注 那么作为东道主 林芳正他17号晚上也被问到了 有关马克宏提到台海的相关言论 他表示呢 这一次和与会的这个法国的外长科隆纳 他已经说明了 法方是坚定的致力 维护台海的现状以及和平稳定 是反对任何也武力片面改变现状的行为 而且呢 其实马克宏他说呢 之前访问大陆的期间呢 其实他也向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有传达这个讯息 那么对于G3份外长 他们两天的相关发言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他同一天也表示 不要明里暗里的纵容支持 甚至是将北京反对台独分裂 说成是改变台海现状 这是背离而非践行一个中国原则 来听他的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这是一个中国原则的核心要义 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关键所在 有关国家应当认识到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不容任何外部干涉 两岸虽尚未统一 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未分割 这是台海的真实现状 而在乌克兰问题上 七国的外长他们也是一致的要求俄罗斯 立刻是无条件的撤军 林芳正他在会中是强调了 俄国入侵乌克兰 让国际社会是面临历史的转折点 局三分是向世界展现决心 捍卫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来听他的说法 进入俄罗斯可能会透过中国和中东国家第三国来逃避制裁 还有节省武器等 职三分的外长他们也是同意了 如果有这个情况呢 他们会一同的合作来应对 那么接着国际上面是看到了苏丹政府的军队呢 与准军事团体快速支援部队 他们之间的激战 15号到现在政变之间已经进到了第三天 那么预估呢 现在已经将近200人死亡 1800人受伤 欧盟的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 波瑞尔他表示呢 欧盟驻苏丹大使 他在自己的住所遭到了攻击 那么WHO他们的也示警呢 9家收治受伤平民的医院里面呢 有数家的血库还有书写的设备 境外输液还有其他呢 非常重要的一些补给品存量 现在都是告急的 英国和美国都是呼吁苏丹要立刻停止交战 那么根据CNN引述医生的团体 他们透露呢 其实昨天已经超过了50人死亡 大约是600人受伤 来看CNN报道 快速支援部队 他们被认为是准军事的组织 他们是声称呢 已经控制了总统府 机场还有其他的重要的设施 但是呢 苏丹的军方他们则驳斥这个说法 表示军方仍然是掌握所有机场 还有军事设施 同时呢 他们也派出了空军来空袭回击 另外呢 附近的居民他们其实也表示 募集了轰炸机是击中了目标 相关的影像也可以看到呢 军队的总部建筑物 周日是遭到了大火吞噬 只剩下一片焦黑 以上是这一节的全球现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